我是覺得啦 因為其實黃宇柔他自己在 那個專訪我也有看過 他自己是有講說 他為什麼他會 會愛上劉宇柔的原因 因為他本來也覺得自己可能 就是一個 是渣男 對啊 他自己說我是一個渣男 那你會在意嗎 我之前也交過很多女朋友 但是劉宇柔就跟他說 那就看遇到我之後 你會不會變嘛 所以很多女生他會覺得說 我要成為你的終結者 就是你最後是被我馴服了 所以劉宇柔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包括就是他的絲網膜玻璃 他很快地用到他的關係 幫他處理 黃宇柔也很感謝劉宇柔 因為他跟他認識的時候 是他最不好的時候 最沒錢 然後最懷憂喪志的時候 但遇到這個女人就給他希望 然後支援他 在經濟上面 所以你剛剛是有講 對 那如果說 今天我很願意在你身上 付出這個經濟的條件 我來做沒有關係 但是在你該陪我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陪我 我不想要你跟女的朋友 出去吃飯 你可不可以配合我 我希望你的生活習慣 能夠有一些調整 你能不能為了我 那如果說這一些都不行的話 那當然就是再見 可是黃宇柔他有講 他在他們家是比較弱勢 第一個前太太出 第二個雨柔本來就是 嗓門很大聲嘛 對不對 就是而且他的要求有沒有錯 沒錯 可是我就是很難做到 我就是會忘記 我就講了嘛 我每次洗碗就是洗不乾淨 就是會被我太太抓到 我們也很認真做了 後來都太太洗了 他就是 沒有啦 他就說你這是故意的對不對 你一定是故意洗不乾淨 所以就是我要洗 所以我們就每次洗碗 就真的要再三檢查 不可以再被他抓到 所以我相信黃宇柔在 跟雨柔相處可能 也會有這樣的壓力 所以他有講 在他們家他都是被罵的份 但是他覺得沒關係 我就罵一罵 他發洩完他就好了 是 對 所以我覺得雙方可能都有 各自的立場 但是我相信這個婚要離 應該是劉宇柔想要離開 對 希夏如果婆婆這樣剪指甲 但你看不過去 你會怎麼說 當然美國人的話我會 直接講 沒有問題 那我是覺得 感覺在台灣的家庭 我剛才就是 那個畫面 就是說咔咔咔在那邊剪 然後我立刻抱紙 給它鋪上來 我就覺得好像公婆 我應該也會滿不高興的吧 這樣也不高興 感覺公婆會覺得 我在冒犯他們 就算我說來 我來接 我覺得他們可能都會不開心 那怎麼辦 這要怎麼辦 要不要問一下 我們要把全部沙發 都全部收起來 讓你們沒有沙發 坐 把人家撿之後 真的很困難耶 政大哥 尤其卡在中間的兒子 對 我媽的 兒子也是這樣撿 不是這樣 我意思是說 媳婦的立場 我跟你講 我媽以前來我家的時候 因為我媽不喜歡穿拖鞋 那不穿拖鞋 你是不是會踩來踩去的 那踩來踩去 我老婆就說 叫你媽穿一下拖鞋 要不然這樣子有腳印 他有這方面的潔癖 我就會拿鞋子給我媽 說媽穿拖鞋 我媽就說 我就沒有穿拖鞋的習慣 我說你來我家裡會穿一下 你不要叫我穿的 我說對啦 你就穿一下 不然我 她都知道要穿拖鞋 我會這樣跟我媽講 那我媽就 也就接受 那你講鋪報紙 那個是 我太太她在煮飯的時候 她一定會在地上鋪報紙 我媽來的時候 因為我媽就是比較大手大腳 油會到處噴 那因為清是她要清 所以她就跟我說 媽媽來她要煮OK 可是我會鋪報紙 那你自己去跟你媽講 那我媽就說奇怪 怎麼煮一個飯要鋪 廚報紙 你們家裡整支有夠奇怪 我說不是 你又不想穿拖鞋 你煮的時候 油噴怎麼噴 所以後來我解決的方式就是 老婆你不要鋪 我來鋪 就老公鋪 那當然剛剛我們講 那個黃人 不是 我先害你一下 媽媽跟太太掉到水裡 你先救死 這個問題她也問過我 我就跟他們兩個說 我就跳下去一起救 如果救不起來就一起死 對啊 這樣最簡單嗎 我兒子很聰明 我老婆問我兒子說 有一天你老婆跟媽媽 掉到水裡 你要先救誰 一個媽媽一個老婆 因為她問我 她有問我兒子 那我兒子就跟他說 媽 我不會游泳 我打電話叫119 好笑吧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那個問題就在於說 兒子這樣做 公婆也這樣做 她很難叫老公去叫公婆 不要這樣做 那有時候像 我覺得 因為我老婆很喜歡吸地 那有時候我媽來 坐在那邊看電視 她就在吸地 剛開始婆媳一定都要謀和 那我媽就會覺得說 是嫌我跟你們家 永泰哥 怎麼一直要吸地 可是她不會跟我老婆講 她會告訴我 所以老人家就很敏感 但其實我跟我媽說 媽 你不要誤會 她每天就是要吸地 她在我們家 吸塵器跟 那個擦地的抹布 是她最好的朋友 因為她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她再怎麼累 她就是要拖地 那是每一個人的偏執 所以你不要誤會她 對 久了我媽也習慣了 了解 來 崔平剛剛補充什麼 我其實要幫雨柔講一下 因為她婚後 我剛好有個機會幫她解夢 因為她常會做反覆的噩夢 而且她結婚之後 我也真的有一點訝異 她大概有兩三年開始 就是她本來是一個 一倒床就可以呼呼大睡 就是可以入睡的人 她婚後大概過了兩三年 她就開始 後來她就開始完全不好睡 睡眠品質非常的差 那我因為是身心科的關係 我當然會知道說 一個人只要是睡不好 當然就會暴躁易怒 像我有在節目中 幫她解過夢 她婚後 那她常常反覆做兩個噩夢 她從小就會做兩個噩夢 一個是食人族在追她 然後她就開始 一個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一個桌子底下 以為安全了 結果回頭一看 看到那個食人族的人頭 她就驚醒了 那後來她又做另外一個夢 就是她一個人 在一個空曠的地方 不斷地跳芭蕾舞 不斷地旋轉 不斷地旋轉 只有一個人 然後她又覺得好舒服 好暢快 那經過那個解析 那個夢的解析以後 就發現說 她其實是有一點 強迫性人格傾向 就是她每件事情的 持續規律一定要按照她 所想要的 如果沒有按照她所想要的 她就會覺得非常的不自在 所以她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節目 解夢的過程中 其實就已經有提到 她對於現在生活當中的 一些壓力的來源 包括她有一點 強迫性人格傾向 所以她洗碗 洗完之後 一定要就是 大的到小的排起來 那她老公就是把同樣 大小的排起來 那我們一般也覺得 同樣大小排起來 同樣大小也很自然 但是這樣她就會覺得 那樣的不會乾 她就會想像裡面會發霉 會生細菌 然後那個想像 她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他們就會吵架 或者衣服一定要從 大件排到小件 不能兩件大件中間 蓋一個小件 為什麼 不能兩件大件的衣服當中 中間掛一個小件 因為這樣不會乾 這樣風會吹不到 你說曬衣服的時候 對曬衣服的時候 不會啊這種天 臺灣很容易就乾 所以另外一個 她叫她老公去 收衣服的時候 在收衣服的過程當中 她老公只收衣服 卻不收襪子跟內衣 就是內衣跟襪子 她也抓狂 因為內衣跟襪子 沒有馬上穿到 對 但她這樣也不喜愛抓狂 所以後來我真的發現 她一個人 你就會發現 她那個夢境很有意思 後來我就發現 她的夢顯示出 她一個人轉的時候 在強迫性人格傾向 就是一個人運作的時候 就很順暢 如果說她的人生 多加了一個人 她的整個運作就會不順暢 所以她就開始真的不好睡 是 所以她才會看到她 像我們剛剛說的 剪指甲 衣服 每一樣東西 看起來都是小事沒有錯 但是不在她的運作順序當中 所以她才會 後來就是每次看到這個 她的情緒就會暴怒 暴怒 那我肯定是沒有強迫性人格 因為來賓要講什麼 我都從來沒有干預過對不對 對 那崔芳老師我也可以問一下 我的夢嗎 就是我 我常常會夢到就是說 要去那個搭飛機 然後我還忘記帶護照 或者是說在那個 免稅店裡面買太多 然後都 打刷爆了 要搭飛機趕不上 那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夢比較 妳很常夢到嗎 我很少做夢 但是我做的夢大概是 最常是這個 最常是忘記帶護照 或者是說買 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喊一上 趕不上飛機 趕不上飛機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實際的行為嗎 不是夢嗎 夢 夢啦 夢啦 是出現在夢境 對 因為妳的夢境當中 有一個飛機 就是妳有一個目的地要去 妳要去某一個地方 妳有一個目的地 那妳忘了帶護照 就是妳一直會有擔憂 好像這件事情 我總是會落掉一點什麼東西 所以妳對於準備 充不充分這件事 也許妳是一個 非常在意的人 妳是要自己準備非常充分 就像護照 一定要帶著 不能說我沒有帶護照 最重要的東西 對 最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帶著 所以妳可以 妳如果當時 在做這個夢的時候 妳可以看看說 那個時候 妳有沒有人生 有一個重要的一個目標 或者妳要去某一個目的 或是妳要做某一件事 這是最近也有夢到 對 那妳買了一大堆東西 它是不是對於 有些事情 她還沒有準備夠充分 心理反應 她一直會擔心 自己準備不夠充分 或者是說 她會忘掉 一忘掉 或是她會忘了 一個重要的事情 所以妳可能會 反覆地檢查說 我有沒有忘掉 什麼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說 我有沒有 因為她還有另外一個夢 買了一大堆東西 那是戰利品 飛機也會玩 對 我趕不上飛機 怕趕不上 所以我其實會感覺 黃醫生 妳內心的擔憂 其實是多的 是多的 是很多的 很沉重的 所以有些時候 妳可能要看說 怎麼樣把妳內心的擔憂 少一點 那是不是應該要發洩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黃醫師 就是很TUBE 不怕 是不是應該圍這個圍巾去反越 對 妳要去 對 妳就是 妳會以為黃醫師內心 會有這樣的那種 焦慮或者是怕力 所以黃醫師一直在戰鬥 對 可是我覺得他內心一直 還是會有一些擔心 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物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沒有關注到 或者是說 有一些東西我怕 我會不會趕不上 或者是說沒做到 或者是忽略了什麼 因為 其實我覺得他會 我講實在話 我對黃醫師是滿佩服的 是 為什麼很佩服 第一個他要當醫生 因為他也要養家 那第二個事情他有兩個小孩 那其中有一個身體 還不是那麼優 是 然後再來就是他還上節目 對不對 上節目我看妳有很多準備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妳還應付官司 對 我覺得官司那個很好神 壓力也滿大的 我覺得官司其實 是會是一個滿大的壓力 比如說他可能 搞一年都還沒搞出個結果 對 而且我覺得 妳還經營那個 那個什麼 粉絲 那個部落格 那個什麼 約會 相親是不是 對 相親 然後妳還 甚至於有些網友 妳還去跟他上去跟他 就是該罵的又覺得要罵 該罵了 不是要罵 他非常認真地回網友 他還要做直播 對 我就想說 妳怎麼有那麼多時間 跟體力精神 應付這些 對 可是我也覺得 自己滿特別的 是我是那種 比如說我就算一年當中 我確實最近比較少放假 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沒有去日本 我就沒有放假 那 我記得我以前去日本玩 就算隔天 我自己放鬆對不對 可是隔天一下 那個回到家裡 第二天一樣帶小孩去 台北市動物園 晃一整天 大概我就是這種 積極個性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就是這麼忙碌跟那樣的壓力 一直在妳的心裡面嗎 又一直累積嗎 但是我就覺得 我一直也有釋放 比如說為了上這個節目 我昨天又看珠穆 看得很開心啊 好